好 这边来看一下 安逸果然是带了一个张狂 因为有没有昆虫在 这个张狂你不带 被卡一波 因为这张地图呢有很多这种窄的通道 被昆虫卡一波真的拉开800米 但是你带了张狂呢 对于安逸来讲 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了 所以这局我觉得双方应该是穷者保平真胜 就这个局穷者打得好有机会真胜 安逸打得再好 穷者不失误的情况下 平局 就这么就就就逃不出这个面 安逸这把赢不了 除非穷者失误 重大失误 要么就是 还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他出去拦着大富 像之前马哥的那把一样 外面打一刀跳过来打一刀 大富人救不下来 这个当然也有可能 没法打呀 你们不要因为我说了这局安逸赢不了 就觉得好像啊 这局安逸能赢什么毒奶一样的 你们凭良心想一想 我分析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的嘛 是不是 看一下这边的话上来追大富 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这个追大富 安逸要崩啊 这大富两块怀表摇完 哎 草哥这边还卡了一手 哎 这一手卡怀表有点 细油 这一手卡一个死角压怀表 打中一刀 他这边交闪现都不太好交 因为大富怀表的时间跟这边闪现的CD是差不多的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准备交闪的时候他如果提前摇出怀表 这块怀表我觉得可以摇直接摇 对 不要摊 没必要摊 只要能够把这两块怀表时间脱够 基本上这局安逸就歇 不过这波的话怀表躲的还可以啊 就歇了 再摇一次怀表 好 可以 三段怀表摇完 马哥这边还能进交互 虽然说闷了一手薄命 但要知道的是外面有什么 外面有虫 外面还有枪 哎 很可惜啊 这刀被抽中了 算下机子啊 现在的话 机导大富外面的密码机总量加起来是2.6 2.6的机子 没有多一个薄命 如果病患带个薄命 我这局真的剧本都往私人开门站写了 没有薄命的话呢 得看后续空军这把枪 能不能 或者说这轮啊 这轮需要大富先把这个闪现给逼了 哎 全这边不会选择 卖了吧 这个好像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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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道具 打一个三人开门站 空军来了 哇 这大富的屁股也是铁呀 怎么这么久了 我感觉都经历了一个世纪啊 这 这血线还 交枪救人 大富这边没人管 没人管 有点 哎 谁说没人管的 富兰说谁说没人管的 有人管 这边帮忙扛了一刀 扛了一刀 外面两台机在修 这边的话闪现一刀空了 安逸完了 哎 这个闪现空了 起加速 减速 压 还好 这边没有交互点啊 当时草哥这边 确实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去溜 那这样的话 空军教自己 去补那台39的机子 然后并换这边过来救人 并换这边 哎 挂不了这个空军啊 你挂这个空军 万一大富 耳铭已经有了 他应该就单纯的牵着 牵到旁边来 不让这空军教自己 去补那台遗产机 现在的话呢 昆虫的机子修完 所以这波的昆虫能不能过来动一手 大富是真乃做啊 这大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点了假妹啊 怎么这么乃做啊 摸起来 哎 这波摸起来 打一刀 救下来 再保昆虫这边 虫子动了一轮 但好像不在这边附近 一波吸了三个人 一刀打中病患 昆虫的机子50% 再扛一刀就有可能四人开门战 那看草哥 看草哥 草哥现在面对一个二级有三封两封的 守夜人 能扛得住吗 需要队友 需要队友 队友能不能起来 飞轮病患 哎呀 起不来 起不来 挂飞 这边机子能亮吗 因为椅子离得很近啊 这边的话 如果机子亮不了 病患这边交自起 吸 不让你摸 摸起来了 摸起来的话 空军不是交自起的 这边打一刀病患 追病患 病患有个飞轮 这边安逸 一封 一封想要击倒 好像还得再开波技能 昆虫这边点门 有一个飞轮 空军那边也得点门了 他们得两边点门的 好像是个平局 好像是个平局 差了一点点 两边都差了一点点 如果刚才这边再快一点的话呢 我感觉安逸甚至还有点赢面 毕竟两个人倒地嘛 这个也是我经常给大家讲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把这个穷者 从头到尾 优势 但是因为 占得优势以后呢 你想去争一个圣势 你在占圣势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 对吧 给到对面一些机会 这把就是 胜负 其实 胜负手真的差的不多